在前面我们为这个网站建立第一篇内容的时候 有勾选了一个内容选项设定叫做修订版本 在这一节的课程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修订版本如何使用 首先我们已经使用的Admin最高权限使用者 进入到这个网站里头来 接下来请你来到第一篇Juple文章 假如你曾经勾选过了修订版本这个选项 那么在你的文章内容里头 你会看到有三个页签分别是检视也就是目前的真正内容 再来是编辑最后一个是修订版本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修订版本里头有什么功能 连按进来以后 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第一篇Juple文章 它的修订版本的相关资讯的管理界面 这里有告诉你关于修订版本 提供给你可以追踪相关的差异 在你的不同的文章内容版本里头 而且还可以进行还原 目前这里一共有三个修订的资讯 在每个版本的右边这里有两个操作选项 一个是还原 另外一个是把这一次的版本删除 如果你点按还原的情况下 那么会把这一次的版本 还原到现在的文章内容里头来 在点按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目前的文章内容是什么 我们先回到检视 往下看 在这篇文章里头有一个 Drupal的logo的图像再往下 这是我们在学习Drupal 7的一些相关文章里面有这么多的内容 了解了以后呢 我们再回到修订版本 现在呢我们来点按最早的这个版本的还原的功能 来看一下还原之后内容做了什么改变 好我们同意还原 再回到这篇文章的检视 再来我们往下拉看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次所建立进来的内容 那个时候呢项目只有三条 再回到修订版本这个页线里头来 刚刚呢我们按了一下还原 所以现在文章呢 它的版本呢又改变了 这个是在5月13号 这个时间由Admin所发表的 而这发表它本身的相关版本资讯呢 就写在这里 是由5月12号这个时间 这个版本呢复制过来的 OK 如果下面相关的版本你不再使用它了 你可以点按旁边的删除按钮 把相关的版本把它删除掉 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如果你是一个行销网站 或是一个商业网站的情况下 有一些文章 你可能需要记录它本身的版本 例如说你在网站上面发布的法律条款 或者是使用条款 而这些法律条款或是使用条款 你可能会根据需要 会做适当的修改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有留下了修订的版本资讯 那么未来在你追踪这些使用条款的 相关问题的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OK 关于这一节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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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